我老觉得男人有三个东西必须随身的 第一个就是手表 第二个是钢笔 我的蒙不烂147丢了 所以没钢笔了 第三件事就是相机 因为那个手表是时间 相机是空间 把相机空间编织在一起 就是把精维度编在一起 那就是你的人生 就是日记 那得靠钢笔 我钢笔蒙不烂147丢了 所以就不全了 除此之外 就是应该有双好鞋 因为人是得走路的 我的鞋呢 什么叫好鞋 不是贵的鞋 好鞋就是适合劳动人民穿 适合走路的鞋 我呢懒不喜欢系鞋带 所以我的鞋呢都是不进鞋带的 嗯 穿上就走 靠一根拉链 能走路就不坐车 能骑车不坐车 我左边呢就是一片滩图 嗯 滩呢就是浅滩的那个滩 和滩的滩 图呢三点水一个鱼 干脑涂地的那个字 就是滩图 这种地方呢都是鱼鳖之地 怎么叫鱼鳖之地呢 这个水啊 十年必发一次 啊 一年大旱 一年大闹 其他八年是正常 就跟人似的 人有一个人天生就是好人 就是圣人是耶稣是佛陀啊 是老子 还一人天生是坏蛋 其他八个人都是挣钱吃饭的 自然也是这样 嗯 所以这种鱼鳖之地呢 人就不该侵犯的 就应该让他自然在那 可是现在要发展经济 有个人要种地 他觉得这些地贪图 很肥沃嘛 干嘛不把它种上麦子呢 种上稻子呢 他就会把这个水排出去 修大寨田 然后就把这给弄成了农田了 又有个旅游局 说这地干嘛不办旅游呢 办旅游 又挣钱发展经济 于是又把这给修上什么度假村了 还会有一个人 政府计划生育 不许他生孩子上户口 干脆他就逃到这儿 没人结扎他的地儿 也不给他上花 他就到这儿来生活了 啊 所以这块贪图地 就慢慢的就变成了 永久居住地 于是八年一点事都没有 第九年也没事 第十年自然开始带惩罚了 一场大水把他们都淹了 这时候那个管农业生产 农业部起不到作用了 旅游局起不到作用了 寄生围起不到作用了 然后谁最强大就使用谁 谁最好使就使用谁 谁最好使呢 伟大的人民解放军 于是就让解放军到这儿来抗洪 堵缺口 去把老奶奶小孩 给背出来 可能那老奶奶就是超生破坏计划生育的 但这会儿 政治挂帅全靠解放军了 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不是我编的 是原来二十七军的一个副军长 我不说他姓什么 是个将军 他是无锡人 他给我讲的这个故事 所以人要知道知舍 什么是知舍呢 那东西就是不该你要的 不该你要的你就不能要 不能太贪婪 这儿还有句话 叫一花一失戒 一叶一菩提 这后边这树 就是菩提树 但这菩提树 跟那个菩提家宴的菩提树 已经不一样了 你看这个叶子 是吧 菩提树很重要的是菩提叶 你看这 秀极斑斑 为什么 这个树不适合在这生长 也很奇怪 柏林的纬度跟北京也差不多 跟唐山也差不多 但这菩提树到了柏林的菩提树大街 还长得挺好 这些都是我们不懂的 都是科学解释不了的 有严密的逻辑推理 并可以通过实验重复的是科学 有严密的逻辑推理 不能用实验重复的是哲学 既无严密的逻辑推理 也不能用实验重复的是神学 我前面就是神学 灰蒙蒙的就是渤海 我脚下就是一个排污水的管 就排到海里 你能看到那个海 那个淤泥啊 它已经不是沙子 而是淤泥 因为这个渤海呢 它是位于山东半岛跟辽东半岛之间 它是个叫渤海湾 实际上是一个海湾 英文叫Garf 实际上是个Garf 在这Garf里边呢 又没有大河注入 所以它的水量并不大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海呢 属于内海 风平浪静 即使有些浪 那也不叫什么大浪 在这种地方呢 由于没有大河注入 所以它就容易脏 你看 这很多都是垃圾了 是吧 除了无水管之外 还有垃圾 在这种海里边的 长的那些生物 就不如外海 比如说太平洋深处 现在老说吃深海的鱼 吃深海的虾 那是得深海 嗯 我认识一个特别讲究吃的人 这人叫文定忠 文定忠他爸呢 是文强 文强是军统的中将 啊 他们家祖宗的是文天祥 就惶恐 探头 说话惶恐 灵丁阳里探灵丁 人生自古 谁无死 留取担心 赵汉清的那个 文天祥 他们家是世代当官有钱的 啊 所以特别懂吃 他就不吃渤海的虾 啊 他说渤海的对虾脏 他吃明虾 什么叫明虾呢 就是舟山渔场 东海外 东海那有长江 中国最大的河冲刷 所以那个的水呢 就相对干净的多 你看我这脚下 曹操呢 也是像卫河一带 他是卫国人嘛 都是没见过大海 到这儿来就以为是 到了很大的海了 所以 横溯富施 啊 东林结石 以关沧海 什么什么什么 啊 但是这个沧海 实际上根本不沧 是灰的 根本就不蓝 不是蓝色的海洋 而是灰色的海洋 甚至黑色的海洋 啊 黑海洋也有 黑海 黑海为什么黑呢 是由于它底下的石头 那个黑石头 黑石头碎了以后呢 就是黑沙子 所以黑海边 像索气 什么那些地方 你看那个沙子是黑的 但关键黑海的黑呢 还不是这个黑沙子 是黑海呢 等于是一个内海 啊 它要通到地中海呢 就要经过很狭窄的 呃 波斯布鲁斯海峡 达达尼尔海峡 马尔马拉海 所以它相对来说是 也是一潭死水 据说那个潭死水的低深处 含盐的量很很高 所以就说里边要找到木船 沉了之后都找不着钉子 因为钉子都被里边给腐蚀没了 所以那个黑海呢 是很恐怖的一个海 呃 原来是土耳其的 后来俄罗斯从土耳其那打过来了 北边著名的城市是索气 南边是特拉布宗 呃 地球上再脏的海也有生命 你看这些鸟 也在这吃着脏的东西 活得挺快活 啊 海阔平逾越 天高任鸟飞 啊 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其实你应该是吃过的 我真没吃过 我还不喜欢吃 对 你们都可以 刚才这个老师教他们的学生 你们知道是什么是蛤蜊吗 就是你们吃的那个东西 小孩说里边都是沙子的那个东西 嗯 这种教孩子的方法 这种教孩子的方法 就不是科学的方法 就不是科学的方法 是以吃 口腹治愈为基础的 嗯 从科学的角度讲 不该这么说 应该会说它是 在动物里边的钢门科目 当地这个种 这个亚种 当然老师都没学过这个 所以他也没办法去教育他的学生 远处这些黑点儿都是人 她们就在这泥里边儿 捡 贝壳 海螺 叫皮皮虾 那些动物 然后吃 那些动物又是靠吃 贪图地里边的那些更低等的生物 就是这样一个生物链 靠吃带动一切 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虾米吃滋泥 吃 这些人都是在贪图地里边捡那些小海螺 贝壳之类的那种贝类的动物 他们捡了之后 用九块钱一斤卖给收集这个的人 收集这个的人收集起来卖十块钱一斤 运到附近的集市场去卖 所以底层的人永远是很辛苦的 这个捡这个只能在是海水退潮一个小时之内 一会儿时间长了也没有 如果刚退潮来早了那也没有 完全靠这个时间 当地人已经世代积累起这种生存的经验 这写着十二禅剧 这本来是一个荒岛 后来邓小平改革开放 就把这承包给一个人了 以后呢 看这经营的很好 政府就把这收回了 把这个岛叫菩提岛 因为二三十年以来 什么社科院呢 什么上精神上的追求啊 什么哲学呀 世界观呢 信仰都不提了 所以古老的那些东西又回来了 说什么 比如说是国学呀 就是五四运动 新中国建立的那些基础的东西 达到孔家殿 达到孔老二 现在好多都自称是孔子后代 孟子后代了 这些东西也不管用 就开始说禅了 其实那个禅呢也挺逗 禅宗就是六祖慧能啊 菩提本飞树明经义飞台 何处惹尘埃 据说这个六祖慧能一个字都不认识 禅宗呢 只有一部经 叫六祖谈经 所以这个六祖谈经 这经谁写出来的都很可疑 但是禅宗是佛教八宗里边最中国的 当然还有部中国的了 那就是维持宗 也叫法相宗 也叫慈恩宗 就是玄奘法师 从印度直接取回来 一个字一个字翻译出来的 他在印度待了十几年 学了梵文 以后呢 到了民国的时候 就还说那个玄奘的法相宗 到了唐末五代诗国 乱打仗 就把这个维持宗给打断了 但是在唐朝的时候 有遣唐使日本人就把这个唐秘 就给弄走了 所以日本有东密也讲的是密宗 密宗呢是北传佛教 就跟西藏的那个 那个藏密是一回事 然后到了民国 出了一大军阀叫能海 我在我博客上写了这个人 能海法师呢 他就一个人在1928年的时候 去了西藏 跟康萨仁波切 仁波切呢就是活佛 我们翻译成活佛 跟康萨仁波切学梵文 学藏文 以后就又把这个藏密 那个皇教的文殊施礼仆子 又给复兴了 在五台山 但文革的时候呢 这个能海法师 有说被打死了 有说作画了 有说就睡觉中 睡着安眠的时候就走了 现在在五台山的清凉桥 有这个能海法师的塔 这塔的提的词 是照不出题的 但是要学这个法相宗呢 维师宗呢 首先得学外语 得一个字一个字学 就跟学马克思资本论 先得学德文似的 而不能靠翻译过来呢 因为翻译都不准 这个禅宗呢 就更是按照印度的教义 我们自己发明创造出来的 中国特色的禅宗 所以中国到处都是新禅宗的 禅宗往往都跟皇帝联系在一起 都是赤剑 皇帝剑的庙 这个小岛 虽然说被收回了又 但是仍然是 拿禅宗说事的这么一个地方 我们面前呢 都是一些水泥块 首先就不是石头 但是也不能叫结石 但这个地方呢 就是结石 结石哪个字呢 就是一个十字边 一个竭尽全力的结 把左边去掉 改成一个十字边 这个结石 结石出名呢 是古代曹操来过这 曹操来这呢 就写了一首诗 叫东林结石 以观残海 我忘了是什么 是河水淡淡 还是山水淡淡 什么什么 耸斥 就是曹操 牛逼哄哄 通过阴谋诡计 通过暴力 获取政权之后 牛逼的不行 当时为什么来这呢 可能是准备风扇 什么叫风扇 古代这个中国人 一直到现在 有权力大的人 都喜欢风水 他不自信吗 没有一个 那个伟大的哲学支撑他 他就喜欢 拜山拜水 而中国的 东边的泰山 那是最著名的 泰山的海拔并不高 但是那个泰山的 他的相对的海拔高 不叫相对海拔 相对高度高 看着呢 就觉得很牛逼 叫什么五山 叫什么 五月看来不看 不看山 到了泰山不看五月 大概是讲的就这个意思 操作到这之后 是为了去登泰山 登泰山呢 就 登泰山而小的 叫什么 登哪儿而小鲁 登泰山而小天下 古代的君王都老想天下 想搭一桶 这些大概使字秦始皇 秦始皇叫秦王扫六河 虎氏和雄灾 虎氏和雄灾 虎狼之师 那时候秦人杀人靠 杀人拿了人头去晋升 所以秦人是很残酷的 所以他能扫六河 把那六国都统一了 统一有巨大的好处 形成中华民族 也有巨大的不好处 因为尤其在交通 和通讯不发达的时候 统治这么大的一个帝国 必然会有许多弊端 但今天不同了 今天有高速公路 又有互联网 管着我们 那挺好的 这个岛上呢 吃饭的地儿也叫菩提 叫菩提饭庄 怎么叫菩提饭庄呢 就是说 大概源于菩提饭庄 菩提饭庄就是印度 佛教里边的一个词 就是成佛之前的 那个修行的人 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喜欢 菩提饭庄呢 是认为菩提是永远 是在那救人的 比如中国最著名的 就是观世音菩萨 观音我小时候 我奶奶就跟我说 你要碰到危险了 你就念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就会救你来 因为你出生的那天 是1961年1月24 是庚子腊月初霸 是福和觉悟的那天 你只一定要 已经念 那么观世音菩萨 你考试不好 菩萨就会回来 让你考试好 你失恋菩萨就会让那个女孩 别抛弃你 你要是摔跟头疼 你也会不疼 做手术干嘛你都念 那么观世音菩萨 还教我念另外一个菩萨 叫南墨地藏王菩萨 地藏王菩萨是九华山的道场 在中国说起来有四大菩萨 一个是文殊菩萨 普贤普贤 观音菩萨和地藏王菩萨 但我奶奶那就跟我说 你只念两个就行了 一个南墨观世音菩萨 就苦就难 一个是南墨地藏王菩萨 地藏王菩萨立些过毒誓 就是说 如果地狱中有一个人 我都不称佛 由此可见 菩萨是指救人 而不肯称佛的那些人 中国人总希望 那个小药治大病 总希望四两拨千斤 不能生孩子 就去拜拜菩萨 生意不顺 摊了屋了 晚上睡不着觉 中纪委来找他了 都去拜佛拜菩萨 这种不是信仰 是买卖 或者是巫术 这样信仰一件事 不是说 要通过拜 而给自己得到好处 爱是奉献 比如你爱一个女人 你把你一切都给她 这叫爱 否则说 你给她一戒指 她跟你睡一夜 给她俩戒指 跟你睡半生 这些实际上是买卖 不是爱 爱只有在宗教的层面里边 才有 在我们世俗的社会里 没有 尤其中国 是很少的 所以我们没有爱神 我们没有爱神 我们只有岳下老 古代叫做兵或做法 跟你介绍一对象 你们俩配在一起 而没有爱 几年前 我跟着 中国鸟类保护协会的 去过一次 从南向北 跟着一趟白鹤迁徙的路 白鹤迁徙是两条路 一个西线 是从俄罗斯 穿过广大的中亚 由伊朗到伊拉克 到波斯湾一带 据说这个一条线 已经一只白鹤都没有了 因为那边中东打仗 所以那一条线路就断了 还有一条东线 就是沿着黑龙江到辽宁 一直沿着到 比如像唐山 就河北 一直到江西的波阳湖 因为这个鹤类 你看它的长腿细薄 是在滩土里生活的 它会能飞翔的很远 它的长腿站在泥里边 吃这个泥里边的东西 这些是在沼泽地和滩土 就是那种 有泥 有碎石子 有沙子的浅滩里边 有许多众多的生命 比如像罗斯 贝类 小鱼 它是吃这些东西 但是中国这也不乐观 因为波阳湖 一把它变成水库 它的贪图就消失了 一旦没有贪图 它也就没办法 滋生那些小的生命 没有小的生命 就没有大生命 所以秦世皇过于强大 把六国都给消灭了 所以他也待不长 因为就像老虎 得有其他的动物 在那养着 它得有鹿 得有迷子 得有野猪 得有山羊 如果光是一只狼 把羊都吃光了 那狼也活不成了 所以动物都知道 这种相生相克的办法 它不会做特决 但人就特决 人不是为了生存 而去捕杀其他东西 人是为了崛起财富 所以他吃饱了 他还觉得不够 他还想弄 昨天吃了一顿饭 不过就没吃 就是花钱去捕捞那些蟹 你又吃不了这么多 让你把那些蟹再杀死 就是浪费 这不管是任何宗教 都应该反对的 杀生不好 超出你自己需要的去杀生 那更不好 超出你需要的饲养 那更更不好 比如是猪自然生产就挺好 鸡自然生产挺好 为了挣钱挣钱 是吧 为它饲料 让它兽猪变肥猪 肥猪变兽猪 这些人为的操作 都是不好的 这个岛叫菩提岛 他们自称这树上 这个岛上的所有的树 都是菩提树 菩提树我太认识了 我自从昨天去上岛住了一夜 又走了一天 我一棵菩提树也没见到 菩提树应该是不是原厂在我们这种维度的 菩提树最多建的是印度 我2003年吧 02年03年 我开车去由北京出发 经过所有的寺庙 沿着唐僧 甚至比唐僧更宽广的路走 因为我开了一辆八缸的大切斗机 我一个人 我从北京到西安 从新疆的洪七拉普出去 那时候新疆也很平静 我住在各种少数民族人的家里边 没有感到任何的危险和恐惧 我一个人从洪七拉普出 去阿富汗 巴基斯坦 印度 从拉赫尔进入印度 然后去尼泊尔 有点尾尔又翻喜马拉雅人回来 我路上沿途见到的那些大山就不是一般的山了 比如像坦古拉山 喀拉昆仑山 兴都库什山 喜马拉雅山 那大河都是印度河 恒河 恒河叫Ganges 印度人把它当成神 叫尴尬 那些都是自然的 我也是那次在菩提加业第一次见到大菩提树 德国跟印度呢是一个种族 都是那个古亚利安人 他们信的东西也类似 德国的柏林有一条大街 就叫菩提树大街 那些都是菩提树 我现在这个岛呢 我已经走到岛的尽头 仍然没有见菩提树 我背后还是一堆的苍草 我背后有一棵很高的树 让人很振奋 但是那是棵甲树 你看见没有 那是根电线杆子 电线杆子 把电线杆子装饰成一棵树的样 当然这种想法是好的 但它不是真正的树 既然不是真正的树 它就起不到树的功能 它没办法净化空气 也没办法让自然自然的发展 中国人总喜欢引用很好的概念 树 菩提树 但是我看到真是得用中国禅宗六祖慧能那句话了 菩提本飞树 明镜一飞台 其实这什么都没有 只有新修的路 中国人修路是最快的 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可以保证我们集雷霆万军之力 迅速的就修出一条路来 古代呢也有人修过很著名的路 就是秦始皇 他修的是迟道 我去找过他的迟道 已经基本上看不见了 但是罗马人的路还能看到 有句英语叫条条大路通罗马 罗马人的路是用石块修成的 秦始皇的路是就在黄土 修的是黄土的土路 就像往脚下这样租了 罗马的人是用石块修出的磐石路 两边都种成树 什么树呢 就是地中海的雪松 所以到现在 你去意大利 去法国 去很多地方 还能找到古罗马的路 所以现在仍然有成语说 条条大路通罗马 我们今天又在一个充满雾霾的荒暗的岛上在这散步 这儿的空气应该是已经最清新了 但是仍然不是什么 我们生活在买里 要不是美帝大使馆那时候充满很复杂的心情公布买 我们都不知道有PH2.5这么一回事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美帝的MP2.5 让我知道了叫买